昨天的《流浪地球2》的首支预告片发布 一分多钟的预告透露出不少的信息素 首先不出意外的话 新电影定档在了2023年的大年初一 当然出了意外就另说 预告片的开头出现了 旅行者一号拍摄地球的照片 故事就从李雪剑老师无理的对白开始讲起 李雪剑老师对着一旁的老外说 人类即将要在这个小白点上 建一万座行星发动机 为的就是2500年以后人类的新家园 预告片中还看到了不少灾难和骚乱的场景 根据预告片中的人物对话来猜测 《流浪地球2》很可能讲的是 人类建造行星发动机的故事 也就是《流浪地球》的前传 演员表中依然看到了吴京的身影 所以新片大概率会是前作的前传 很多人期待《流浪地球1》中叛军的桥段 估计不太可能在2中出现了 但目前也只是基于首发预告片的猜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李雪剑老师的声音 我先闭嘴大家听 很容易听得出来 李雪剑老师说话非常无力 甚至都有点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李雪剑老师在2001年就患上了鼻烟癌 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 所以说话越来越含糊不清 今年已经68岁的她在疾病的困扰下 依然坚持使用原生参演电影 这不禁让我想到那些数字演员会作何感想